i12 12開 12 這是12 新玩的玩具 要換13了 也是一樣精度 精度比較漂亮 精度 然後啊 重量好像都差不多 我們的有保鮮膜 別人聽說沒有保鮮膜 我們的 來還有膜質 可以拆一下 先從盒子比起來 盒子呢 13矮了一點點 然後 長度 13略勝一籌 我還沒了在BK 重量也差不多 因為這個是舊的 我的一次是這隻12 還拿不到9個月很新 極新 非常新 貼上保護膜都一樣 好 那我們來拆13 真的是越來越環保 連衝突都沒有了 好可憐喔 唉唷 好可憐喔 既然阿阿不破 沒有吃飯 以前沒吃飯的 有啦有啦破了破了 標示爆料顏 還有用模子 將將 再看一下 它的大小 正常我們都會反放 因為反放不會跟鏡頭有關係 看一下盒子 對餒 13的比較矮一點點 長度 13的長了一點點 就沒有了 你逼這個 不能打開阿 為什麼 好啦聽說有膠條 兩條 把它撕開 就這麼簡單 撕開呢 絲絲有兩種 它撕開的用意是 喔原來是下面有膠條 好真的就能打開了 噹噹 好像都差不多 美女你手機要穿多 請就 拍照 就我拍 我等一下弄完再接 一樣的大小 12 13 好像分不出來了 顏色上 顏色上好像都差不多 欸 13的顏色乍看之下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喔 就是這個金色 無三角的金 好像都一樣 尺寸都一樣 喔 十三變胖阿 十三變胖阿 十二0.7 一樣阿0.7 十二不到0.7 十三0.7 變胖阿 真的變胖阿 重量應該就重一點點 好不好 那鏡頭大小喔 喔 鏡頭好像又更大了 十二四 一隻一隻兩個 一隻一隻兩個 1.3多啦 1.3多 喔1.5了 要是骨 越來越大豬 越來越大豬 拍一下鏡頭 大小就是不一樣 厚度也不同 厚度大小是一樣的喔 但是呢 厚度是不一樣的 剛好新的順便拍啦 然後其他就 應該沒什麼 阿絲母 這張我都會留起來 你看我基本上阿 我在用 我們在用的時候 這個連這個也都不用 這個十二的 現在連沖頭都沒有 還要自己去買一個 Type-C的頭 這是十二十三 不會吧 不能開機 開機 蘋果咬一口來了 好啦其他都一樣 有沒有厲害 用了才會租到 然後 小弟覺得 鏡頭越來越大了 真的 有看到嗎 越來越大 唉唷我一邊 抱歉 然後厚度也差不多厚 繁體中文 這個都一樣 然後就會跑出 GC 新的 唉唷他自己就跑了 基本上拿到手機 第一件事情要幹什麼 你們知道嗎 第一個要貼保護貼 這個一定的 然後放開始殼 但是重點來了 最重點的是 要去保險啦 好不好 現在一支手機都五萬塊了 保險那個一年六千多 兩年 然後你如果全機 然後裸機掉到地上 你也不用太傷心 好不好 因為根本是不會有任何的關係 厚度真的有一點差 鏡頭也有差 就讓他跑吧 就讓他跑吧 介紹到這邊啦 介紹到這邊啦 快點再打回去 開機了不行了 好啦 就到這邊啦 不專業的開箱 比較一下而已啦 沒什麼 背板的顏色啊 從不一樣的光線 是看是不一樣的顏色啦 但其實是一樣的 但其實是一樣的 好 OKOK 新玩具 重量對我來講都一樣 差沒有微分 但是一定比較重 因為光鏡頭就比較大啦 所以一定比較重 走 走 走